好 非常謝謝秉康讓我們今天的台中蛇舞笑聲不斷 秉康有非常多的點子 然後再來就是很特別的經歷 那在場的朋友有沒有什麼 就是關於剛才秉康談的不管是白海豚或是社運的保育工作等等 有沒有什麼任何想要再進一步了解的 依賴康這裡有所謂的學民服務都沒有運氣 那是不是可以請陳老師大概發表一下你對台中這個白海豚館的想法這樣 不用想要是直接避免啊 不用 希望發表啦 就是一個神經病的開發案啊 就是真的是台中的開發都這樣子啊 就是花錢而已 對啊 不用想 不用有需要動腦筋去想這個開發 傷腦筋去想說這個海豚館有什麼意義嗎 就根本沒有意義啊 而且他真的就是說 假設我是市長我有兩億的經歷 兩億 三 假設我有三億我要做什麼事情再搞發一點 很簡單你就要把那個漁民的那個流氏網把它收購就好 收購 這樣收購啊 收購 你就沒有多少漁民啊 就是真的 因為會用流氏網的通常都是經濟比較弱勢 就是沒有錢買大船出來的 然後我就說你就不要 然後你這些漁民我們補貼你多少錢 一個人多少 然後你就當白藝人的保衛資格 你就在那邊帶人家看海豚 就反正你船一樣要出去 可是你與其出去撒那個網 那你就帶人家看白藝人 或是你什麼都不用做的東西 你就把你的魚網賣給我 你一張網賣給你 他們也沒有那個勞動力可以抓多少多久的 所以你只要把那些網收購回來 光台灣大陸西口的 那個大陸西口沒有流氏網的這個事情 對白藝人就會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他其實如果有那個錢 根本不需要去 蓋那個管是很蠢的 就是一定要去做這些討論 因為他號稱未來回功能 是變成中國地區救援海豚的一個 就是拯救疾病這樣 真的有這個需求嗎 我覺得 我覺得 就是看經營者 因為我 不是我 我已經掌毛 就是我已經被利法院污染 就是不是啊不是污染 真的 所以你事情看太多 有時候你不會變成是只有 像以前環團的船部 舉一個例 政府組織再造 大家都會學的說 以前我們環團不是台湘家裡 在講治水有沒有 一條邊啊 什麼單位都要把它納進來 好像我們治水 我們水換治理才能夠有效率 所以全部治水有關的 應該要整合在一起 環團很容易這樣講 常這樣講 一直都這樣講 所以什麼水利史 水保渠全部都要放 可是當我在裡面說 突然 真的很認真去看啊 當你把政府代表其他的 的零件都 拿過來拼在治水的這一條的時候 其他可能會很難 我們沒有想到這個事情 就是說 其實不是被污染 你會去看到說很多事情 除了公民正義 我們還可能跟我們想像的 會有段落差 我為什麼會這樣 喔 那個 那個 假設如果真的有很用心的經營團隊 很用心很用心的經營團隊 我覺得這會是一個機會 但是我覺得 以一般的地方政府是不可能的 就真的要非常非常非常用心的 那個地方所想才有可能做得起來 就像台南 就像是黑麵皮鹿 黑麵皮鹿有一個解說中心 可是 我們解說中心蓋了之後 很蠢 就水利署在旁邊做提防 很遠就是把原來防風嶺都砍掉 然後變成是 黑麵皮鹿來的時候 本來是 黑麵皮鹿來的時候 黑麵皮鹿跑走了 然後就 現在蓋那個很煩惡情的 那個節奏中心在那邊不知道幹嘛 沒幾隻黑麵皮鹿 就是很慘 就是 我覺得 假設那個海豚館 真的很用心 我覺得會有機會 就跟我的成功率 大概跟我的媽祖娘差不多一樣高 哈哈 就是雖然很多保育學者不支持 舊海豚救傷的這個事情 因為其實海豚救傷大部分都掛 所以只增加他痛苦的時間 可是問題是對人類需要 因為其實人 你要 當他在那邊受苦或受傷的時候 會有一些人 就是一定會有倉斷的人 他們會痛 他們跑了會感動 死了會痛 就讓那些平常沒什麼感覺的 反正有一點感覺是好事 就是他的目標其實不只是 應該是海豚不成功 他目標是後面還有很多的教育的功能 所以我們很多 就算如果真的 很多志工去那邊 然後海豚死了之後會很傷心 很傷心 那就是 因為你有愛才會痛 所以表示你 會喚醒他對這些生物的那個感情 其實有可能是好的 有可能是好的 但是以現在的他們的那種血腫 大概就是火星 就是隱石掉下來 撞到哲學金融的機會 可能還比 就是比他能夠把海豚很輕盈的好 不過 但是真正氣勻 我覺得是有可能 真的 真的就有可能 對 然後甚至說 就是高興聘請我 然後就把整個 馬祖廟就直接移 放過去 對啊 有可能嗎 就 好 開玩笑 我才不願意 我才不願意跟高晨站在一起 我拜馬祖 本來我們是想要邀請就是 那個台中市政府 那個觀光 觀光旅遊局 來說明介紹一下這個白海豚生態館 到底他們是怎麼規劃的 因為本來是企鵝館 很荒謬的企鵝館 那好不容易我們把企鵝館擋下來了 那他們還是堅持那塊地要 蓋一個東西 蓋一個某某館 所以他們就動腦筋就轉轉 他們自己的腦袋轉個彎 就說啊那我們來蓋白海豚館 這樣子可能這些反 這些所謂的環保人士 大概就不會反對了吧 那不過就說很可惜的是 就是台中的環保團體的力量 真的比較單薄 所以就說他轉成白海豚館之後 其實台中的環保團體 其實屈指可數 真的屈指可數 然後能夠有心力去關切這個案子的人 的團體真的沒有 講實在話 那我們有漢言啦 那就說現在目前我所知道是 好像是七月底要發包 要招標 找人來這個就是承攬 然後去蓋這個白海豚館 然後目前好像 好像有一些已經有規劃出席 那個造型呢 看起來很像是有馬桶 對 好 然後 然後預定是 今年好像今年十月要動工 然後我們明明還什麼時候要完工 那這件事就 一個是他是從觀光的角度出發 他希望幫海線弄一個可以發展觀光的地方 然後又兼具這個白海豚的教育 跟所謂的救商中心的一個地方 那其實以我們來看 以台中市政府的這個名聲 或是歷史紀錄來看 我們很難對他有所期待 那感覺上就是其實就是 可能為就是打著觀光發展的一個旗號 然後事實上是 那裡就是一個工程的費用的 這個可能很像就是把錢花掉 那就像你能講的 或許我們把錢花在刀口上 乾脆把這筆錢 聽說好像是三億五千萬 你拿去收購漁民的這個 這個流水網什麼之類 這讓我們白海豚減少他的威脅的話 或許才是對真正對白海豚 才是比較有注意的一個方式 那你蓋那個館 不見得真的能夠吸引到觀光客區那邊 那個我覺得觀光效益 真的不見得會出來 這個錢就像 你等於是 maybe是多蓋了一個文字館 然後就大概是這樣子 把這個 把他挺造型的 白海豚減 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我在2009的時候啊 因為我覺得我再不去報銷國會啊 那個國王實話會死掉 所以我就要去國會 因為在國會裡面 就是可以第一時間就可以反應 就是我在國會 你一踏進口你就可以動他預算 你就可以解決意 弄死他 一踏出來我就是環環環環 我可以半體者會再繼續弄他 對 所以 所以 有一點可疑現在假設 如果2009沒有去台北啊 就去留在台中 我覺得我是想應該會 可能很早就撞得多麼差 因為說 為什麼後來那個蘇寶威 就沒有 還有蘇寶威 還有他隨便去辦公 你知道 因為我們去跑 會來一隻啊 我們穿會來一隻的模特 就是穿原始人的樣子 然後去突顯說他就不保護一隻 然後後來隔年就沒有 弄它幾次啊 就你要用他的邏輯去弄它 所以 這是 這是...他們喜歡半路跑的 我們就搞一些蘇德山莊去路跑之類的 我覺得都可以做 未來一次也是有弄的 所以我生平良大很開心 未來一次也有來的 華澤西失敗 華澤西沒有成功 華澤西可以弄 就是華澤西我覺得我們台中人 太忽略華澤西 他是一個寶物 我們太忽略他 他有空在收 就是他...台北為什麼會這麼熱 因為他全部勾均都不行 就是...華澤西真的很好 華澤西也可以下去... 就在台中市你還可以真的脫鞋子下去完全的地方 所以... 趕緊帶手 我覺得那個是很值得很多人去做的地方 而且那個東西做會很有意義 因為我們常常會很挫折 因為我們做的東西都抗議啊 抗議都常常失敗 然後就越來越挫折 然後對社會就越來越...對分屍技術 然後分屍技術之後 可能就會有一些奇怪的行為 對... 可是華澤西不換年華澤西 我們可以把核酸都很漂亮啊 去上輝 帶頭不見面之類的 越來越有錢又敢這樣 然後很多人就會賣上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生命就會夠有量美好 就是...華澤西也可以做啊 其實... 我想... 很多事可以做 覺得說...講一下 今天秉燈給我們看到他一些很多的這個... 不同的這個... 他走社運... 我就走出一個不同的路那種感覺 然後也給我們很多的啟發或刺激或想像 那我覺得其實在台中 我覺得台中人真的太溫和了 好...因為...我是台北人 溫和...有溫和的作戰兩個人 OK好... 感謝開始啊... 我覺得就是說台中真的需要就是更...就是有一些力量 都真的公平力量出來 然後怎麼樣去再... 呃...需要更多人一起可能去討論或集資廣言 就是採取一些特別的行動出來 然後讓市府的一些... 反正就有些奇怪的作為能夠被...被改變 好...那個部分可能真的是需要... 像...我覺得很期待就是說 欸...來哲舞的朋友 大家願意就說欸...在你的學業或工作之餘 願意花一些時間投入在這些議題上面的關係 然後甚至是能夠去... 導力激盪出一些特別的行動 然後可以去... 對我們台中的一些不同的環境 能夠去做出一些改善的部分 嘿...就是一個期待啦 嘿...那再來就說可以... 比如像...可以組成不管是... 不管是制共方式或是組成什麼社會聯盟都好 真的是需要一些更多力量來加進來 不然台中市政府政府 我覺得他們過得太爽了 他們爽了13年那種感覺就是... 我覺得打混很久了這樣子 因為我們就覺得說... 就很奇怪為什麼這些人這樣子可以... 搞出這些很多很荒謬的... 的市政建設 嘿...那都是我們的納稅錢 都是我們洗漢錢 好...那再回到我們的主題 就今天白海豚的議題或是... 嗯...對... 國防學會所都可以...都可以聊好不好 好...那或有人願意想要來分享或是回應的 今天這麼客氣一天... 好...來...請... 老師...我們想就是剛好說那個... 正... 好啊... 平...平...先生... 大哥... 那...我們想就是... 有時候正不要台方這個... 重要奇行地點白海豚的圖嘛 那...但是這裡面是沒有法則的 但是我比較好理是... 就讓真的真的有法則的... 它真的有什麼效果嗎 因為海洋不像我們的山 我們可以把它圍起來 因為我相信大家可以進去 但是這不算有什麼比較好的保護的方法嗎 還是有什麼健康 後來... 那個... 那個安全帽法我管妳就跟安全帽吧 對啊就其實它如果有法... 因為... 可是這個... 要換辦法 就是擠不得了 因為... 老實說... 真的在於法律被污染久離 就是知道真意不是只有理念的 就是你站在海洋的真意 可是比如說明明他們也會出問題 所以這擠不得 但是... 我覺得有... 我覺得與其說是法則不如說是獎勵 就是為什麼我們不能夠有修於獎勵 修於... 就是我們這個季節比較主要 為什麼... 為什麼不能夠有修於獎勵 那或者是說... 對... 那修於或者是說真的... 認真的修於之後 你試一兩年看看啊 搞不好... 大家可以去抓那個一尾... 就好幾百塊的魚 不用去抓那個小魚啦 沒有價錢的小魚啦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慢慢做一定會... 其他... 在其他國家有成功啊 你就本來漁村都把漁交換 然後政府就開始去... 鼓勵他們去修魚 然後修魚 然後漁網的那個網目啊 弄大一點 然後雨就越來越好 海洋就回來 所以... 是有可能的... 對... 所以罰則或獎勵 我覺得都一樣 一定會有... 而且去移民會... 移民會怕... 像那個山海裡之內 那個抵抖網 最近漁業署抓得比較遠 為什麼會抓比較遠 因為就把漁村也有關係 所以... 逼得漁業署要嚴格一點 那... 因為他如果被抓到的話啊 那個... 那個漁村的牌照會被釣去 所以他們就很慌 所以還是會怕 所以... 對... 就是這樣 可是問題就是說... 真的正義... 不是... 你要有些漁民就來跟你哭訴說 為了要去武海裡之外 我沒有錢... 我沒有錢買油 或是我出去之外 被一個大狼打到我島東就不見了 就是那種悲強的故事都有 所以是要完了 就之前我們不是有一個海鷗去救漁民 然後海鷗掉下去嗎 那個漁民啊 就是那個... 這個故事沒有講 他海鷗是白死的 就是那個... 叫去救的那個人 其實是不是沒有很嚴重 然後就是... 雲林的國民黨... 那個... 雲東的國民黨力... 就逼海鷗出去 可是他不敢講啊 講了之後是會... 可能知道他是白死的 帶在家屬裡面放棄 所以就把他塑造成很像英雄一樣 有很多故事... 沒有啊... 法則有用啊 法則就是這樣 我告訴你 哈哈... 我被說是這樣 我剛剛... 我剛剛一拍他的照片 因為那個... 那隻狗叫王氏 他是網路名狗 他叫陳王氏 然後每次康義有帶他去嘛 然後他比我紅 然後他現在紅到香港 對 因為早上去康義那個... 去把我打入香港打野屯 然後那個... 後來香港朋友轉變出去 所以點香港那個認識卡 然後... 然後那個... 那個明星海鷗青桃有沒有 來幫他按讚喔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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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剛剛就... 下面決心我今天晚上 他在他面前吃金牌跟吃豬 海鷗都不給他吃 海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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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 另外一個... 很奇怪的話... 大家互相認識一下 我覺得... 我另外一個... 希望... 我另外一個... 興趣是上山看銀河 然後... 我常常會上山 而且我常常會上鴻安山 我常常會上鴻安山 因為有個 因為何安山是台灣最好開車而且最高的地方 因為何安山公路是台灣最高的公路 所以你只要開車開去那邊 然後停車場停著 車燈關起來 就有銀河在你頭上 然後有空啊 我覺得可以進去 因為除了要把這個 我覺得就是 剛好有這個緣分啊 就是那個 就是人啊 就是一輩子都要看 最至少要有一次很完美的銀河 有飯 有飯 不是 根本不是很蠢嗎 我這輩子 然後我們在靠岸的旅座裡面 竟然沒有看過一次完美的銀河 就是誰在神經病喔 就是沒有看過人的神經病 對啊 就是 有空我們可以組團上去玩 真的 我可能禮拜天就會上去 我想參加怎麼辦 欸 家裡也出 我就 家裡也出去 啊 銀河的時候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女次死的會不會 我會忘記一次 然後我除了一起康律之外 還要一起去看星星 那就有辦法求哈山 那銀河啊 就是 好 真的 看到銀河再跟你們說 沒有 看到銀河 看到銀河之後 看到銀河之後啊 就臉書都不用說了 真的 有空 所以除了關注大家很邪惡的思想之外 也要關注大家也沒有很多東西 好 再說再說 手機拿出來那個臉書搜尋一下陳秉恆 加他好友 然後給他私訊訊息 好 那 這個要去才可以加你好友是不是 他也滿了 好 還有沒有其他的朋友有其他的問題 想要什麼啦 請問 我覺得我這不算是問題 只是覺得很反饋 剛剛有說到修羽嘛 可是前陣子我們聽到農民的問題 修羹也是一個BUG嘛 農民在修羹的情況下可能 他可能覺得修羹已經比種田還要有利潤的時候 他就會選擇修羹 修羽會不會以後也是這一個 這一個 就是台灣政府的輔助恩會底下一個漏席 或者是一個美角會幫那個漁民去找到這個問題 那不公平的事情接下來這麼多 然後解決的正義方向又不是那麼明確 你可能 A 面是對的 B 面就會傷害到 我現在很像剛剛說的 那是不是有一些 除了我們精神上 白海豚跟農民是共存共榮的 這種精神上的想法 以白海豚跟漁民共存共榮這種想法 是不是有一些真正的方法可以提供給 因為漁民已經活不了了 不見得每個人都可以活 那些弱勢的漁民 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真正的轉型 比如說農業有觀光農業的轉型 雖然不見得成功也或許有些問題 不過他確實是一個轉型的方式 農村 漁村再造 是不是也會有一種做這種起压或是大小嗎 不是阿 這就是一概也不用回答 就是有可能 就是看政府不要做的屁阿 像農地 我真的覺得我們政府對農地的想像 真的疲乏到非常可怕 真的阿 還有種田的一套還有他們發電的收入 對 所以其實在很多國家 像連中國阿 中國人他們怎麼搞 他們是上面太陽能靠 下面是溫室 然後就可以做很多高晶體 人家都已經走到這個地步 然後我們還在簽那個 那個是 自由基金釋放學 就是還在幻想在加工出國的名單 就是 你剛剛說的問題是 因為我們真的做得到 就真的可以做得到 不相信我們做得到 因為我們政府裡面太多很厲害的人了 而且我接觸不穩 其實不要小看 就是環團阿 有的時候會覺得說 自己很了不起 然後跟官員都指得官員彼此罵 而且私底下官 他們回去之後都在笑環團 因為環團會講錯 他們只是很有禮貌 不想當面講的 他們真的超想 他們就是 我覺得有 就是那些技術官僚 有很多很優秀的人 只是說 尚未只能用給他們去發揮的空間 我覺得做得到 我真的覺得做得到 就是比如說 那個修雨的問題 就是 他不是問題 因為假設說 像剛剛那個白長眼 如果我們能夠證明說 修雨然後讓漁業之遠回來 然後讓漁民反而賺更多錢 那就不是問題 大家就會搶著去修雨 不是嗎 對啊 我們只要證明這一點就好 那其中修雨的時候 我們就補貼 像你剛剛講的 假設夏天是漁秒繁節的季節 那夏天剛好也是大家會 風平浪靜比較適合 看他還怎麼季節 那光光雨夜 那有可能 你把漁船換成觀光船 白海豚最快的是 你沒有這樣做 然後你又去搞了觀光船 又再增加一批船進去上 那就很危險 可是如果你把原有的漁船 變成觀光船 那就可以接受 等一下 所以為什麼我們之前 就只有推那個陸地觀察 不敢真的推那個海上的觀察 是因為 是因為如果 雨性的狀況 你還說要觀察床 去追他的時候 他們就會很痛苦 對啊 有可能 我真的覺得 台灣 那麼多聰明人 那麼多優秀人才 怎麼可能做不到 那就是上位者 真的太蠢了 真的是 真的太多 很無奈啊 那天原人會的官員退休啊 跑來跟我握手 因為我們是敵人 可是因為 我們是敵人 可是他來握手啊 就是他握很久 他握大概 30秒還是這樣 就是握很久 握到說他是不是要暗示我 晚上 幹嘛 然後就已經握了超久 他說 他的眼神就是 意味很深長啊 就是看著你啊 然後 當然不是告白的眼神 他就是說 他一直在那核能安全的 這個工作 他要退休了 那他在當官的時候 沒辦法 上級很多資料 他也不能給我 我就跟他開玩笑說 欸 你退休之後啊 你的資料就會給我們啊 他也不敢說 他就只有這樣給 他直接跑 拿袋 資料再拿袋 就是 很多優秀的人 只是看我們 真的是 上位的人怎麼用 不會做不到 不可能 我剛剛不可能 一定做得好 就是這樣 沒有 不知道什麼問題 還是真的 有 我幫你 我幫你想點子 然後你要就敢去做 像處德山莊嘛 本來今年元宵節的時候 我就想要去那邊放天燈 然後今年元宵來他們做 今年元宵節 是請人節 所以你放天燈 又加請人節晚會的時候 哇靠 那個根本就是太厲害了 就是他那邊放市政天燈 天燈他不能抓你 還是宗教活動 他不能抓你 他把那個 那個平息不是被抓光的嘛 所以我們就放天燈 然後在那邊寫那個 保護古蹟的片子 然後請人節晚這邊 那天又滿月 就是 很容易的時間點 那我沒有做錯失了 CCC 再回去翻一下農民地 看適不適合看 真的 有的時候會翻臉 有的時候我們剛有 集落宣 真的真的 有的時候 這就是 有點整啊 有的時候是自我催眠而已 你知道嗎 就是說有的時候你看 對極你就會真的 然後你那個 意志就會睡眠自己說 這很好 這很好 你一定做得到的 當你一直睡眠自己的時候 就真的做得到 欸 有的時候 意志力很堅強 像今天 我就印象 一定要趕一趕 開車快很快 那一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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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應該會有話 隨便聊 快點 時間關係 要不要最後一位 好不好 可以嗎 有沒有 沒有想喝 蛤 對啊沒有想喝 放回去 我要給他那裡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今天 折舞 台中 折舞其實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那我非常感謝 你們從台北過來 跟大家分享 然後也謝謝今天 來到這邊的朋友 感謝大家 那下禮拜的 我們先 就是介紹一下明天 我們明天有那個 哲學飛星期五 在彰化 賴盒紀念館 在他的 中正錄一段 不知道幾號 的事 我們要談那個 台鐵宿舍的 就是他們的有一些 古 日治時代所留下來的宿舍 是不是 是 就是 就是他們在做一些 保留的運動 這樣子 那我們明天第一次就是 台中折舞 要進軍到彰化 所以說 如果有彰化的人 或者是 明天有空的 下午兩點 我們在那個 賴盒紀念館 然後我們有一個活動 兩點到四點 好 那 下禮拜 哦 對 我們還有一個 這個順便 也要宣傳一下 就是 明天再好辦 好 明天再好辦 四 下禮拜是 這十六號 等一下我要看一下這個資料 等一下我要看一下這個資料 好 26號 2627還有8月2號3號 就在這個地方 好辦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那個 小龍紀錄片營展 好 那如果 時間是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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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3點到7點 你們可以鎖定一下 那個好辦的 連書頁面 然後他們有這樣子的活動 那我們下禮拜 好 這個要講回來 摺五 就是下禮拜的摺五的話 我們連續兩個禮拜 談黑熊 然後談 白海豚 那我們下禮拜的話 一樣要是談一些 我們要談原住民的議題 就是說我可能也是 你要自己講嗎 我們可以自己講一下 我們可以自己講一下 大禮拜 下禮拜是很輕鬆的議題 就是我們 大家知道其實 8月1號是 原住民主日 所以我們下星期 我們現在來談一下 為什麼我們 住在都市的人 要去關心人住民 為什麼我們要關注原住民 那原住民跟我們的生活 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們下禮拜是邀請那個 MADA台灣的創辦人 就是他的臉書專頁是 什麼你也愛台灣原住民的小編 跟我們分享 就是為什麼要關注原住民 那有什麼方式來關注原住民 會比較適當的 對 大家可以先去看他的臉書 他的臉書 用很淺白的口吻 才寫原住民主的任何故事 謝謝 那我們今天摺五的活動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然後最後我們還是要 讚 就是宣傳一下這個 那個 就自己拿那個宣傳 有原住民主的 對 那我們也有摺五的那個 木環下 那兩邊都可以演 這樣子 如果有 如果大家有先行的話 那個 麻煩 因為我們兵長 就是用 志工 然後我們是自己 平常都有自己的工作 然後學業 然後利用一些 平常的時間 然後做 把每個禮拜完成這些工作 然後歡迎 下個禮拜 然後甚至我們明天也可以彰化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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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